然后第六 当代中国人从小被灌输无神论 共产党员也是无神论者 中国的无神论者属于哪种无神论者分类 这是应该是新同学 之前我已经解答过这个问题了 神学导论的时候 谈到了无神论 不可知论 那种所谓的 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种无神论 他们骨子里面 他们的思想里就否认神的情况 还有一种谦卑的 所谓的间接的无神论 不可知 不知道有没有神 所以我们不相信神的存在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存在 所以实际上也是无神论 共产党是他们思想里面 是属于原教旨的这个无神论 他们仇恨神的观念 压根就否定神的观念 甚至丑化神存在的观念 认为所有相信神存在 都是一种人类进化 低级社会阶段 人的愚昧无知 对自然 对自己 对一切宇宙无知的过程当中 所以会产生的这种观念 对雷电产生那种敬畏 以为是雷神 电神 火神 对那种超 那种能力的惧怕 然后等人类足够强大 科技足够发展 对自己对自然足够认识的时候 人就抛弃这种愚昧的精神管柜 所以他的宇宙观里面是 世界是纯孤立的自然 人就是在这个自然界里面 游荡的孤立的 一个没有宗教性的 一种进化过程当中的畜生 动物而已 所以这种动物呢 只是随着自己的本能去赚取 自然界当中的资源 甚至同类之间相残 适者生存 所以这种唯物主义 这种无神论是这样的 无神论 你就理解他们的做事 为什么不讲道德 偶尔说去奇怪的 仰望星空这种莫名其妙 跟他们思想里面 相矛盾的这种概念 一方面揭露了他作为人 即便扭曲悲逆 他良心里面 仍然意识到一种宗教性 另一方面要么就是这种表演 装出一种虔诚的样子 安抚那些愚昧的基督徒 什么周恩来是基督徒 就高兴得不得了 什么温家宝是基督徒 就高兴得不得了 有什么关系呢 你以为在那种体制当中的人 混到那个份上的人 他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 真实的基督徒 顶多可能某种程度 对基督教有好感 因为他们留学生 他们都读过大学 对基督教在人类社会当中 某种正面的方面 可能会认可 但是你能够真的认为 他认为耶稣是救主吗 不可能的 所以不要幻想自己意淫 然后欺骗自己 乱猜测 无神论就是无神论 他们纯粹的就是这种无神论 他们的理论里面就是这种无神论 但是他们的思想当中 可能有一些人也是那种 不可知论的无神论 他的政党的思想体系里面 无论是从这种进化论的宇宙观 进化论式的人类社会发展观 还是马克思的这种精神 这种思想融合在一起 他们的思想里面就不允许神存在 绝对不允许 一旦允许了 这个整个思想就崩溃瓦解了 所以他们要坚决的 要维护自己的思想的前后的一致性 忠于自己的思想 而这个政党要立扎根在这样的思想里面 无论是透过进化论构建出 演变出来的社会理论 所以他要维护这种 引导中国统治中国的这种治理思想的话 立党的安民立胜的思想的话 必须忠于无神论 彻底的无神论 不然的话 他们自己就打自己的脸 所以他们是这种无神论 有一种人是自己是有神论者 但是出于VIP 加入这种组织 逝者生存 明哲保身 谁我自己里面又拜佛 又拜保家贤 又拜上帝 又拜某位神明 相信风水 相信命运 拜各种偶像 这就不是无神论 但是为了在党内 不失去自己的资源和地位 还保持着那种伪善的 假装成无神论 理论上是无神论 实际上都是各种异教徒 各种什么拜偶像的人 迷信的人 所以这种伪善的 一种是理论上是这样的无神论 但是实际上是假冒的 伪善的无神论者 阿灘